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月8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提要 台灣多個人權團體要求政府升級援助港人 香港醫護大逃亡 有個半受訪者考慮移民 當中糾成涉政治原因 有消息指 藏人在窗口下被迫聽看班禪講話 受美國制裁影響 大陸的晶片供應緊張 漲價近三成 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台灣 多個人權團體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 要求中國和港府立即廢除《國安法》 歐盟在中國人權狀況未改善之前 暫停歐中投資協議 以及台灣應升級援助港人政策 以視像方式與會的 香港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呼籲 台灣當局應在接受港人政治庇護上 定出明確的程序 並加強對反滲透工作防止中國統戰 聽話中廣正在台北報導 台灣公民陣線秘書長江文燕 代表台灣公民團體和在台港人組織 提出三項訴求 包括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應立即廢除《國安法》 並釋放所有應《國安法》入罪的人士 我們呼籲歐盟以及歐洲議會 應該立即暫停 並且重新審視歐中投資協議 並且正視香港《國安法》對於歐盟和中國合作投資 和貿易所造成的風險 以及負面的影響 那也必須等到中國真正實際改善了 它的人權狀況之後 並且落實了香港在《中醫聯合聲明》當中的 自治承諾 納入必須的人權條款 才能在確保雙方政府獲利的同時 真正能夠保障人權 江文燕表示第三點就是要求台灣政府 制定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 以明確法制逐步升級緩港政策 無黨籍立委林闖佐表示 台灣從地方議會到中央的立法院審查預算 無論是用理性審查或不理性方式 都不會當成影響國安被拘捕 它提醒台灣民眾 大家習以為常的民主制度 在香港是不被允許的 也沒有孤式的空間 台灣版本的馬格尼茲基人權問責法 不只是我相信不只是在這個港澳條例裡面 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 未來應該也要逐步 推動成為對全球的這個問責 不是因為台灣有什麼特別的偉大 可以給全球造成什麼樣子的 大的抗衡 反而是因為台灣乃至於亞洲國家 沒有像歐盟那樣緊密的連結 所以能夠整個亞洲一起來提出 正是因為如此 亞洲國家需要有一個國家先開始 才有辦法串聯出更多的亞洲國家 認為我們也應該跟其他國家站在一起 以視像方式參加記者會的香港立法會 前議員羅冠聰表示 自從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後 香港年輕人接受到台灣公民社會的支持和幫助 台灣民主制度的存在 對於極權政府是很大的威脅 他覺得台灣政府應該再進一步協助港人 也都是以視像方式與會的張崑陽表示 國際和台灣社會過去對香港的關注 和對港聲援作出具體支持 未來為回應中國對香港強硬的打壓 國際社會應該作出更有力度的回應 因為如果國際社會在面對現在中國 不只對香港 而且對可能西裝 新疆越來越嚴重的一個打壓的時候 還不採取於一個比較有常怡態度的回應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擔憂 這會促進了中國威權的擴張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亦提案 將港澳條例的修法納入臨時會議程 希望能夠加強對港人的救援機制 建立明確的政治庇護申請程序和救濟管道 限制侵害人權的官員入臺 並凍結在臺財產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記錄反修例運動資訊網站香港編年市表示 收到很多人匯報 只在香港無法瀏覽 質疑是當局要求網絡供應商封鎖網站 香港警方聲稱 可要求禁制危害國安的信息 本台透過本地多家流動網絡供應商 和寬頻網絡 都是只能夠連接該網站的主頁 至於內容分業則全部不能夠連接 但透過虛擬私人網絡VPN 以外地的IP地址就能夠連接 香港警方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 不評論個別的個案 但引用港區國安法第43條表示 警方可要求服務商禁制發布在電子平台上 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或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電子信息 警方指會按實際的情況依法採取行動 不少國家放寬港人的移民限制 加上港區國安法壓警 醫護界出現逃亡潮 從護士協會最新的調查顯示 香港護士協會 香港護士協會星期五公佈 香港護士移民意向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 有五成四受訪者 正考慮或正辦理移民海外 當中註冊護士佔最多 而正辦理移民手續的受訪者中 有大約八成表示 會在兩年之內離開香港 在移民原因方面 有超過九成受訪者 因為政治和社會因素 另外超過四成希望 改善居住環境和子女教育 香港護士協會主席袁志敏 說結果正反映香港情況非常冷極 出現社會分裂 他續形容 移民情況由於回到1997年 香港主權移交之前 香港護士協會中央執委員民敢透露 每當有同事成功辦理移民 其他同事都會非常雀躍地請教相關的詳情 目前身邊至少有兩名同事已經移民 其中一位移民的原因 是認為現今香港和當初1997年回歸後 變化極大 現在連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都失去 調查顯示 在五年至十年內 護理工作年資的受訪者中 有71.7%都說正考慮或正辦理移民手續 袁志敏憂慮 護理業會有真空 斷層的情況出現 導致青黃不接 他還說 多年來香港護士人手一直緊缺 護士移居海外 將會嚴重影響香港的護士人手供應 和護士專科人才的流失 長遠會影響香港的醫療護理服務和質素 香港護士協會建議 增加護理專科訓練和護理學位名額等 以加大護士供應 解決以上的問題 甚至說是會不會將護士訓練的門檻降低 就多一些人可以由來讀到護士 因為當時不是很多人想做護士 但現在香港不同 其實很多人想做護士 剛才我都說了 基本上大學是完全不怕沒有人報 因為學額的問題 影響到收身可以收多一點的 第二就是專科訓練 因為現在主要的專科訓練 就是在醫管局上 其實醫管局絕對可以加大 專科訓練的名額 面對這個形勢 就是無論在專科和基本護士訓練的行額 都要加大 今次調查是由2020年11月16日 至11月30日進行 向大約3萬名香港護士協會會員發貨問卷 最終共收到684份回覆 醫管局員工陣線 副主席羅卓堯接受本台訪問時 說已經有三名認識的護士移民 另外也有數位正在考慮當中 而離開的主要原因 是港區國安法的成立 雖然香港醫療系統 一直面臨壓力 不禍落出要因爲 以目前的移民情況 未會令到醫療系統壓力急速大增 因為公營醫療系統 過去一直出現斷層的情況 而且護士移民的時間表 也不一樣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海恩報導 十二港人偷渡案落幕後 兩名家屬委託的大陸律師 盧思偉和任全牛 分別被地方司法廳 提出吊銷律師執業證 其中盧思偉的聽證會 將在下週三舉行 兩名律師接受本台採訪時都表示 對於協助港人感到無怨無悔 聽說高峰情文報導 盧思偉是十二港人偷渡案中 僑影儒家屬委託的律師 他向本台表示 當初接辦案件的時候 根本沒想過他的命運會因而改寫 根據四川省司法廳發出的通知 盧思偉在網上多次發表不當言論 時間跨度長 發文數量多 嚴重損害律師行業形象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行為觸犯律師法和律師執業管理辦法 盧思偉說這個說法很荒唐 下週三司法廳將盧思偉要求下舉行聽證會 盧思偉說 很清楚聽證會只是走過場 不期望能夠扭轉結果 他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 他們指控我的東西 或者說處罰我的依據都沒有給我 所以我都不清楚 他們是需要用什麼樣的不當言論來處罰我 當然我肯定會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辯駁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的判斷應該是不會有空間 這都是命運 這都是一種宿命 另一位港人家屬委託的律師 任全牛 正就河南當局計劃 吊銷他的律師執業證書 申請舉行公開聽證會 任全牛說 他們不說法 違法濫用權力 他無能為力 如果他們講法律 講事實 我是很自信的 那即使他們不講事實 不講法律 就是一味的報復破壞 那麼我通過這樣一個過程 我把該說的 該提的 我都提到了 那他們不講法 他們的違法 違法濫用權力 我無能為力 兩年前 任全牛曾經為法輪功學員 出任代理律師 河南司法廳的文件形容 這就是一種邪教案件 而任全牛在庭審期間的行為 違法違規 嚴重損害律師行為形象 對於代理十二港人案之後 遭到吊銷執照 盧思慧和任全牛都表示 無怨無悔 任全牛說 香港的十二港人關注組 日前發起一人一信聲援行動 說盧思慧和任全牛代理人權案多年 一旦遭到清算而失去牌照 將會終身無法再在中國履行律師職務 關注組呼籲港人 向四川和河南司法廳發出電郵 要求司法廳停止處罰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西藏拉薩一名學者兼記者 以筆名《烏金加坡》 向關注中國宗教自由的寒東網投書 講述了由中共扶植的漢班禪 在藏區的活動 藏人在窗口下被迫聽漢班禪說話 以及民眾對失蹤班禪 參加並進行了佛教活動和佛經朗讀 其中幾百名僧侶被迫歡迎他 整個過程都在中國公安 以及周圍永遠存在的監控攝像頭監視下進行 漢班禪在訪問西藏時 還參觀了薩家寺院 這是藏傳佛教四大派之一的龍頭寺院 他說藏傳佛教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應該中國化 並進行社會主義社會改造 文章又指 去年有一位來自英國的面容專家 做出一張被綁架的十一世 班禪喇嘛根敦克吉尼瑪的照片 很多藏人對看到這張照片感到非常高興 他們迅速將他的表框 並供奉到自己的祭壇同志願中 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中 僅次於達賴喇嘛的最高權位 1989年第十世班禪喇嘛原籍 1995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 年僅六歲的根頓克吉尼瑪 是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 根頓克吉尼瑪隨即被中共政府劫持 之後就再沒人見過他 但中共和達賴喇嘛都說他還在生 然後中共認定五歲的 克吉傑布為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 他被培養成得到中共支持的 第十一世班禪喇嘛 是效忠於中共的中國佛教界 一個官方喉舌 曾上傳帶黃絲帶照片 聲援香港的中國前記者 張賈隆 在被拘捕一年零五個月後 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一年半 辯護律師透露 張賈隆將進行上訴 他的妻子譴責當局 推特言論入罪是政治迫害 聽吳亦同情文報導 在被拘捕17個月後 中國媒體人張賈隆 因為推特言論 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一年零六個月 這次宣判距離張賈隆案 去年5月13日 在桂陽市南明區法院開庭 已經過去8個多月 張賈隆的辯護律師之一 桂陽的蕭雲陽向本臺透露 他週五的上午 接到法院以電話通知判決結果 預計很快將會收到判決書 面對這個結果 蕭雲陽強調 一直為張賈隆做的是無罪辯護 張賈隆也將會上訴 按照判決結果 張賈隆估計將會在2月11日 即是中國傳統的大連30莫式 對此張賈隆的妻子少媛 也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 雖然與中國其他政治類案件相比較 張賈隆案看上去 以實報實消的方式判決 對他的家庭來說 並不是一個好壞的結果 但他絕對不認同有罪的判決結果 他認為當一個國家以言論入罪的時候 在文明時代是一種恥辱 廣州作家野道也就此接受本臺採訪 他表示中文推特圈 曾經混雜了一批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的人士 中共近幾年對推特發起清理行動 中共對推特言論入罪 突顯中國整體言論自由空間的喪失 雖然被捕捕 2019年8月12日 張賈隆被桂陽國保 以涉嫌尋孕之事從家中帶走 激壓在桂陽南明區看守所 當年9月13日 張賈隆被檢方正式逮捕 當局指控他在推特上 發佈和轉發了大量的 抵毀黨、國家和政府形象的虛假信息 指控內容是2017年以前的推文 包括2014年 張賈隆在香港雨傘運動時 曾經上傳佩戴黃絲帶的照片等 張賈隆被捕時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 輿論認為他被當局秋後算帳 2019年12月2日 張賈隆被桂陽檢方起訴至法院 據悉在他被拘押期間 檢方曾逼他認罪以換取輕判 不過被張賈隆拒絕 2020年5月13日 張賈隆安開庭 張賈隆在庭上堅持言論自由無罪 現年33歲的張賈隆 是中國80後傳媒人 曾任職《財經》雜誌 和騰訊《財經》頻道 是中國最早的推特活躍用戶之一 在中國狹小的傳媒自由空間裡 他曾報道中國藝術家艾薇薇 上海工作室被當局強拆 和中國毒奶粉事件等人權事件 2014年2月15日 張賈隆和到訪北京的 美國前國務卿黑理會面 呼籲美國幫助推倒中國網絡防火長盛 他也曾經公開表達 對劉曉波和許智永等 在獄中的良心犯的支持和擔憂 隨後張賈隆招致當局報復 被騰訊公司 以洩露商業秘密等敏感信息為理由解聘 張賈隆為了謀生回到故鄉貴州 在幼兒誕生沒多久後被公安帶走 張賈隆案引發國際關注 美國和德國等 以及記者無國界等組織 批評中共當局因言入罪 並且敦促中共當局立即釋放張賈隆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接下來是耳邊封節目的時間 題目是 《攬炒十部曲》 《習大大自動送上門》 聽聽胡海文跟大家說說 港共政權大規模圍捕香港民主派人士 表面看由於悲情城市再次上演 但如果看深一層 大家就會發現相當搞笑 搞笑之一 是初選提出的所謂《攬炒十部曲》 原本十萬分難以做到 但習大大這次主動送上門 令到《攬炒十部曲》計劃 《攬炒》是香港的俗語 有同歸於盡的意思 香港民主派主要軍師之一 香港大學前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最初在2019年4月提出這個計劃 希望逐步逼北京埋牆角 最終引起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政治和經濟制裁 這次習大大決定落重手 花旗國國務卿蓬佩奧已經誓言要制裁 歐盟也出現抵制歐中貿易協議的呼聲 十部曲變一部曲 大耀廷真是理想提早達到 搞笑之意是 原來由習大大至香港官員 對於《香港基本法》都是一無所知 《香港基本法》第50條規定 如果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 那麼行政長官可以下令解散立法會 重新選舉 第52條規定 如果重選之後的立法會 再次拒絕通過同一部財政預算案 那麼行政長官就必須辭職了 假設香港民主派在立法會重選之後 拿到超過一半的議席 就有力否決財政預算案 相繼啟動《基本法》第50和第52條的相關規定 香港保安局局長比卡超 即是李家超 認為想啟動這兩條條款是大獨的計劃 他以為啟動了相關條款 就可以癱瘓特區政府 令特區政府停泊 事實是《基本法》第51條早就定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如果拒絕批准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 行政長官可以向立法會申請臨時撥款 如果由於立法會已經被解散 而不能批准撥款 行政長官可以在選出新的立法會前的一段時間之內 按上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 批准臨時短期撥款 所以貪玩特區政府 令特區政府停泊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比卡超甚至習大大可能根本就連《基本法》都不甚了了了 搞笑之三 是這次大搜捕主要是源於《基本法》 整個《基本法》的制定 是當年共產黨 殺有介事成立了一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大家一起商議出來的 如果按照《基本法》的遊戲規則辦事的話 可以稱之為《歹毒》 他是否在罵當年的主任委員紀彭菲 副主任委員王漢斌等人 至1980年以來 中國共產黨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理性模實 但自從習大大上台之後 強國又走回歇斯底里的舊路 外界封習大大總加速先這個稱號 他真是可謂實至名貴 受到美國對中國高科技實施制裁影響 近日中國大陸晶片的供應持續緊張 越來越多半導體企業加入加價的行列 中國華潤微電子一份 調價銜近期送到客戶手中 引起業內人士對中國半導體行業前景的憂慮 聽下喬龍劉兆峰報導 中國大陸最大的公率半導體企業 華潤微電子加價通知 今個星期三在行內廣傳 控制客戶今年元旦日起 將對公司產品價格作相應調整 上調幅度為10% 業內人士認為華潤微作為業內龍頭企業 今次加價 將引發半導體產品 新一輪漲價潮 2020年下半年以來 由於8英寸晶圓廠 產能持續緊張 引發電源管理IC 工率半導體等供不應求 而開啟漲價潮 隨後晶片封測廠 汽車電子企業 晶片設計公司都紛紛作相應提價 金融學者司令 今個星期五接受本台採訪時說 晶片上游企業 產品漲價 對於上下游企業 都是無益處 對於晶片行業 漲價可以說 與這些企業 像手機公司 平板電腦的生產 IT行業 很多使用晶片 作為它的核心部件的很多智能製造業 受到的影響在中國 絕對不低於1萬億的產值規模 除了華潤微電視之外 新潔能 惠鼎科技 士南微 富滿電子等半導體企業 都發佈漲價通知下 漲價幅度由10%至30%之間 據業內人士說 中國半導體產品漲價 與美國政府封殺 與自生產量日趨減少有關 這個現象將直接影響到中國電子產品出口量 深圳強美貿易公司 負責人流利對本台說 上月德國大眾汽車 是中國的廠房 也因為晶片供應緊張 而面臨全線停產 負責出口貿易的流利認為 大價上調 將影響國內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事實上中國半導體和晶片產業 仍落後於美國等西方社會 由於受到美國制裁之後 中國的晶片進口總額已經超過進口石油 2019年超過3,000億美元 成為第一大中進口商品 於是 中國各地的所謂晶片製造廠 如雨後春水般拔地而起 最終因為缺乏技術支持 掀起南美潮 北京學者查見國對此表示 晶片是數字經濟的核心環節 中氣協副秘書長 兼行業發展部部長 李兆華日前在受訪時說 當從因素的疊加影響 導致晶片供需矛盾 在此時間段集中顯現 由於晶片供應短缺 部分企業的生產 可能在今年第一季受到較大影響 不過 李兆華又表示 就今年全年來說 晶片短缺的影響將不會太大 目前還很難作出定量估計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兆峰報導 在香港 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早前試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警方後來 再指去試嫌違反另一宗案件的保釋條件 無案要求交出所有的旅遊證件 有關的案件在週五早上審理 裁判官拒絕再讓胡志偉保釋 要繼續還押後信 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 和他的黨友中午到西九龍裁判法院聲援 林卓廷說 民主黨會全力支援 胡志偉所有的法律程序 也會詳細研究上訴的可能性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子樂的死因言訊 踏入第28天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 就五早上繼續引導陪審團 去審視所有證供後 認為可供陪審團考慮的裁決選項 包括非法被殺 死於意外 或死因傳而裁決 陪審團退庭商議近6小時後 仍未有結果 明天早上9點半再信 聽下《理智志》報導 庭上展示多個案件事發時候的地圖和停車場大廈模型 高官在裁決前引導陪審團時說 根據所有醫學證供 周智樂死於頭部受傷 沒有任何證據或證供致出 警方使用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 導致周智樂受傷 但受傷的地點和時間 要由陪審團自行判斷 高偉雄又說 在所有片段後 有心思向陪審團加入非法被殺考慮選項 但需要依據紫樂受傷的情況 他說綜合所有醫學證供 符合非法被殺的條件是 周智樂的頭部被固定在一個平面上 被人用大面積的物件例如泥磚 襲擊他的右邊頭部 而他再被人由三樓停車場 拋到二樓停車場 而剛巧他的頭部被襲擊點 和他墮地受傷點是一樣 不過他強調 陪審團需要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 作出裁決 包括在斜路走上三樓的男人 是否周智樂 根據停車場閉路電視影像 智樂走上斜路之後 停車場閉路電視片段消失了 八秒之後就墮樓 當中的八秒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他又說當時周智樂要在不清醒的狀態 要配合才可以成事 否則難以在八秒之內做這麼多事 不過高官又說 根據證供 三樓停車場沒有血跡 是誰清理了血跡呢? 他又如何把高大的紙樂 由三樓拋到二樓 再計算紙樂到場的時間和地點 又計算閉路電視影不到之後 離開現場呢? 局官說如果陪審團沒有辦法 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 作出非法被殺的決定 可以考慮是否死於意外 也就是認為 紙樂是不以為三樓外的平台是行人路 在跨過矮場之後失足墮限 如果考慮所有證據 都沒有辦法作出非法被殺 或者死於意外的裁決 可以考慮是否死因存疑 也就是認為 周智樂在三樓墮至二樓 但當中墮樓的原因是不知道 就可以裁定死因存疑 但高官認為 這是不理想的結果 是沒有辦法之下的結論 高官也提到 沒有證據顯示現場受催淚煙污染 而當日消防員也難以預計 將軍澳倒路的情況 認為消防當時採取的措施可能足夠 提醒陪審員作出建議的時候 必須切實可行 不能單止指出某個機構做得不夠 高官建議陪審員應該商討非法被殺 再考慮死於意外 如果不能達至死於意外的裁決 才考慮死因存疑 陪審員不應該先假定立場 但信納些什麼證供 就完全取決於陪審員 但陪審團在星期五 早上10時14分退庭商議之後 仍然沒有結果 要等第二天早上9時半再開庭 陪審團需要在高等法院休息室留宿 期間傳媒不可拍攝陪審團相關任何資料 周智樂在2019年11月4日被發現 倒臥在將軍澳上得停車場2樓 到11月8日不治 中年22歲 時隔超過一年 死因庭在2020年11月16日正式召開 死因言順歷時過半月 先後傳召周智樂的爸爸 當日執勤的防暴警員 救周智樂的醫生 義務急救員 目擊市民和法醫等作供 73名證人裏面有48人出庭作證 25人就以書面作詞作供 142份文件證據呈堂 停上播放停車場內的閉路電視片段 嘗試拼湊周智樂當晚的行蹤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智智報道 最後我們有回一場問答時間 今日李健君會和大家說說 大陸生產廉價手機預裝後門 用戶無辜成為黑客的人盾 又到了回一場問答的時間 李健君啊 一直以來 二部認證手機短訊 遭到攔截成為不少人的困擾 台灣警方近日查出有智能手機廠 在作業系統出廠時 附贈了協助攔截認證短訊的功能 究竟台灣發生了什麼案件 揭露了個別手機廠做這麼恐怖的事呢 台灣警方在揭破一宗騙案時 發現台灣大哥大其中一款 委託瀋陽一間公司生產廉價手機 藏有可給大陸攔截認證短訊用的代碼 令大批老人家成為了大陸的人頭張戶 協助騙取受害人遊戲點數而懵然不知 現在台灣大哥大公司要和其他公司合作 修改手機的作業系統 查除可給大陸攔截點數的部分 希望新版的作業系統能夠應用家安全使用 其實廉價手機有很多都是用Android的作業系統 為什麼這些手機被不法之徒安裝了 攔截認證的短訊軟件都沒有被人發覺呢 Android作業系統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有谷歌的專用程式 那些谷歌專用程式 好像YouTube、Gmail 都是谷歌擁有知識產權 廠商如果沒有谷歌授權 是不可以隨便預載這些軟件的 華為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禁令 谷歌不可以向華為發出授權 給華為手機預載軟件 但Android作業系統的核心部分 是開放原碼 每一間公司都可以在網上 拿到原代碼加以修改後 用於自己生產的Android手機裏面 華為之所以繼續維持手機部門運作 都是因為這個特性 而有部分小廠或中國政府指揮下的特定公司 一如華為一樣 以Android開放原碼部分做基礎 加上自己的代碼或軟件商店 而小廠由於沒有什麼商譽上的考慮 所以夠膽在手機植入無碼 偷竊用戶資料 有些和犯罪組織分享 但有些亦都可能是政府行為 好像華為小米一類公司 實在承不起被其他國家政府 發現代碼有問題的商譽損失 中共未必敢指令這些大公司互作非為 但小公司可能只有中國 或一些發展中國家市場 所以他們夠膽做一些大家想像不到的事情 如果要避免自己的手機一買回來 就是黑客的工具 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呢? 首先買手機不應該買小廠產品 也不應該買中國公司的產品 有時買電話是一定要外資大公司 因為大公司在基本資訊保安上一般做得比較好 細創有不少山寨形式經營 並不會將用戶的安全放在野外 那用戶可否透過留意不尋常的數據用量 達到預防這類手機 預裝入侵遠景的怪事呢? 這招是行不通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確知你的手機正常用量是多少 如果你的手機是後來才被入侵 那麼你一定會發現一些突然的數據流量 或者電力使用變化 但這次是你的手機 當買回來那一刻已經預在硬截軟件 所以要發現異常流量其實是十分困難 這亦都是出這一招黑客狡猾的地方 所以避免買由小廠出品的手機 這是唯一方法 大型的電訊公司委託一些小的廠 生產的手機系列 是不是亦都要避之則吉? 這次台灣大哥大被發現大規模安裝了攔截軟件的手機 正正是台灣大哥大這間電訊公司所推出的廉價手機 因為這類手機以廉價為招來 所以不顧及用戶的安全也不是個別事件 而中國三大電訊公司都是國有企業 情況只會比這次台灣的案例更離譜 所以一般聽眾在中國 都不應該買電訊公司自家牌子的廉價手機 因為異具手機外於生產成本問題 以賤價方式委託細公司生產 細公司為了更高的潤 與政府及犯罪集團合作 來彌補手機價錢低產的損失 這不令人感到意外 所以太便宜的自營手機 一般人應該持觀望的態度 因為手機生產商並不是慈善企業 他們仍然要賺錢的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到 多謝大家收聽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宇早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睇